香港青年走在最前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眼 現在日本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 已經準備排出海洋 現在報告指出 在這個水域附近的海魚 檢測到他們體內的輻射超標是180倍 對於日本的一意孤行 即將會造成福水難收的嚴重後果 我們又可以怎樣去應對呢 而且世界上並不是沒有這些排核廢水的事例 為什麼其他國家願意把這些核廢水處理好 而日本政府是不願意呢 稍後回來我們就和大家一起說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大家讚好留言訂閱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還有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這樣你就不會錯過我們每一條影片 日本核廢水的這個問題 就已經講了很久了 在國際上 有很多國家都不滿意日本排核廢水的這個舉動 但是日本政府就一意孤行 現在福島核電廠的核廢水 已經進入到最後的階段準備去排放 因為那條排放核廢水的污水隧道 就已經注滿了這些核廢水 但是在未排放之際 就竟然有報告在附近的水域那裡 就檢測到那個水域的海魚 輻射超標是超過180倍的 大家說這個核廢水的影響 是否厲害了 現在還未排放核廢水 那一旦核廢水排放了海洋的話 分分鐘就是1800倍都有 而且這個不單止是日本自己要面對的問題 日本所排出來的核廢水會藉著水流 就會擴散到世界各地 雖然有科學家就預算水流擴散 究竟是向哪個方向走 但是這些海水的東西 真的沒有100%的 況且日本就是一個漁業大國 這次真的是漁業了 一旦日本這樣做的話 附近日本的水域 所撈到的漁獲 就別說要付錢買 直接免費大家都不肯吃了 而且要知道這個不是普通的污染 而是核污染來的 相信有讀過理科的朋友都會知道 輻射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光線可以傳遞得很快 但是光線是可以被阻擋的 而聲音的震動 亦都可以被完全阻擋 只要隔音隔得好的話 電流亦都可以透過圓體去隔絕 但是輻射 它是具有穿透性的 而且穿透性是非常之強的 世界上是沒有一種物質 是可以完全隔絕到輻射的 我們平時聽到穿白色衣服 或者白色的物體 是可以隔開輻射 那個只能是減低輻射 就算是用上原版也好 如果這一刻 我大眼雙眼是釋放輻射的話 就算你開著我們香港青年的影片 再在面前加一塊原版 那塊原版 都不可以完全隔絕到輻射 原版也只能夠無限地減低這些輻射 所以一旦這些核污染 擴散到全球的話 是全世界沒有人能夠幸免的 再說下去 日本仔 就是全世界唯一一個國家 是受過核打擊的國家 如果我們按照我們中國人一句說話 這樣說 人之初性本善的話 這個受過教訓的蘿蔔頭 很應該是有同理心 不應該將這些核污染 或者核事故 所帶來的傷害 是傳遞給其他國家的人 更何況今次這個福島核電廠的事故 它造成的核污染 並非一般的核污染 大家都有聽過以前蘇聯時期 有一間核電廠叫赤爾諾貝爾 在那裡發生核事故之後 荒原一帶 就不知道多少公里範圍了 就完全被禁住 不讓人進去 成為一個無人區 而這個無人區 一擺就擺了幾十年了 但是仍是處於一個危險地帶 因為核廢料裡面的放射性 是有一個衰退期的 即是說到那些放射性的物質 是會隨著時間而去減退的 但是呢 發生如此嚴重的核事故 當中洩漏出來的放射性物質 可能要上千年才可以完全減退 大家說 如果日本人將那些核廢水排入海洋 人類可不可以熬過一千年呢 現在國際社會上很多國家都譴責日本 當然就不包括日本的美國爸爸 大家在譴責日本的說話裡面 都嚴正言辭地說到 日本排核廢水的這個做法 是違背了國際法的義務 在國際社會上 從來都沒有一些 是將核廢水排入海的先例的 通常我們經常說國際法 國際法 國際法是怎樣的呢 就好像我們在香港 大家看一些案件 看一些案例那樣 有時法庭的判決呢 就是要看同類案件的案例 以往在香港 法庭判過是怎樣的刑期 量刑起點是怎樣的 而國際法就有一點類似模式 即是說到只有一個國家 他做過某件事 譬如現在日本排核廢水 如果國際社會上阻止不了他 通過這件事的話 這件事就成為了國際法裡面的案例了 所以將來如果其他國家 有發生這些核事故 就會參考日本這次排核廢水的先例 就會將核廢水排入海洋 除非內陸國家排不到 所以如果日本一旦 這次一意孤行 除了對全球海洋環境有影響之外 日後也會為了處理核污染 開了一個不好的先例 但是日本人除了用這個方法 他有沒有更好的方法去處理核廢水呢 其實是有的 早前法國的總統馬克龍就訪問我們中國 大家看得很開心 馬仔又說中文和大家問好 而且從我們香港青年那次講馬克龍的影片當中 大家也可以知道 法國也是一個核電大國 我們中國的核電技術 和法國都是息息相關的 但是法國人是怎樣處理核廢水的呢 他們會將那些核廢水 混合一些水泥 整成固體 然後找個安全的地底 去埋埋了這堆有放射性的水泥 等到這堆核污染物 他的半需期是過去的 他們這樣做 亦都是希望盡量減少對環境的污染 如果不是的話 法國人大可以又將核廢水排入海 又或者將核廢水 混合那些巴泥水 裝進瓶裡賣給大家喝 日本人經常說核廢水可以喝 不排除遲些會有些櫻花水 是用這些核廢水來做的 但是法國人當然沒那麼傻 因為這樣的做法 是選人都不理己的 一旦法國仔真的這樣做 法國的山蠔、藍龍蝦 也都不會有人吃了 既然有前人做過這件事 為什麼日本仔不仿效呢 原因就是這樣做 技術難度是非常之高的 但是我相信日本仔 他們的工業這麼發達 他們的科技也都不弱的 若然真的要做 應該就難他們定不了的 雖然日本仔是很討厭 但是未至於是低能的 不過處理核廢水最重要的是什麼 在日本人眼中就三樣東西 就是銀子、銀子和銀子 因為這樣找些水泥回來 把核廢水整成固體 再找個地下埋了它 那又要挖地下 又要弄水泥 又要運送 很麻煩 很浪費錢 這麼浪費錢的事 如果日本政府來做 就是日本政府自己埋單 但現在不同 現在把核廢水 好像倒下馬桶一樣 沖下去大海 真是便宜、好 所以說到 日本人這次排這個核廢水的做法 跟路邊一隻狗在隨處大小異辯 是有什麼分別呢? 而且這些大小異辯 還要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就說到沒問題的 我都照喝了 那他自己照喝都不止 還要之前G7峰會 拿這些大小異辯出來 就讓那群G7的領導人去喝 那群領導人喝完 還要笑騎騎的 不過他們喝還他們喝 對於我們中國人而言 就說話不能亂說 也不能亂說 在福島核電廠附近的那條魚 驗出180倍超標之後 其實我們香港政府已經宣布了 不排除會禁止最高風險的海產 這句話 我覺得香港政府 可以再拿捏得好些 不但不排除 可能真的要實行 而且不只是高風險的海產 因為一旦它排了這些污水 我們根本就不知道 哪一條魚是高風險 大家想想 到時全世界 都不讓日本的海產入口 日本人會想些什麼 日本人很喜歡做零食 假如他們有些魷魚賣不出 因為全世界都不要日本的海產 那些魷魚會怎麼辦呢 可能就會做日本的魷魚絲 或者魷魚酥 然後就在食品工廠裡進行加工 然後就包裝好 放在日本超市那裡賣 到時就不算海產類 可能是零食類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呢 又或者現在我們香港政府 都說不排除限制 而且限制的地方 就是福島沿岸一帶的水域 若然它不止是福島沿岸一帶 可能日本人說 這條魷魚酥 是我們日本東岸的漁民去撈的 沒問題的 照吃吧 到時我們也考救不了 所以最好的辦法 就是對所有日本進口的食品 都為他們特別去建構一道檢測的標準 起碼就要驗一下 它那些食品 福射含量是如何 現時我們香港政府的做法 就是用抽查形式 來驗這些貨品 若然抽查的密度是低的話 說不定有流氓之餘 況且 抽查的原因 就是在同一類貨品裡面 隨便穩健出來看看 但是呢 福射這件事 無論你多標準的工廠 用到多統一的手法去製造那些產品 只要來源是有輻射的話 你也不可能說 我一百件裡面 我抽一件出來 其他九十九件 就肯定是沒有輻射的 況且在2011年的時候 剛剛福島這個事件發生了 當時我們香港社會 對日本過來的物品 都非常之有戒備心 就像汽車一樣 所以導致了 由福島事件開始 所以進口到我們香港的水貨日本車 當有買家去買的時候 都會專門去驗一驗輻射 這是民間自發的做法 但若然日本政府一意沽行去排放核廢水 那麼我們香港政府 就有道理 所有日本進來的產品 都要驗這些輻射 而驗的費用 當然沒有可能是我們納稅人給錢 政府去驗 那就不排除日本進口的產品 是徵收輻射稅了 誰叫你一意沽行 要排放核廢水嗎 再說 那些小黃人經常都說 日本是他家鄉 所以說要經常去日本 一有空就要去日本 那這些人去日本 會不會扔了輻射回來 想當日 我們中國發生疫情的時候 那些西方世界國家 加上日韓 對我們中國的態度是怎樣 弄了很多入境限制出來 就針對我們中國人 現在 輪到我們針對你了 所以一旦日本排了核廢水 亦都不排除過去旅行的人士 是會吃到當地不安全的食品 又或者從日本過來我們中國 無論是內地好 台灣好 或者我們香港 澳門也好 那些日本人都有機會是帶著輻射的 那我們必須要從日本過來的航班 無論所有旅客也好 或者是所有機組人員也好 一定要提供72小時之內的檢測報告 那證明你是健健康康 這樣才讓你入境 若不是你過來我們機場 我們整個檢測站在機場 你就在頸上掛牌 去排那些核輻射檢測站 但記住 帶錢來 要自費這些核輻射檢測 出了報告 才讓他在機場開始過關入境 我們香港政府 要做的就是這麼多 畢竟我們都是一個特區 其餘透過外交層面的處理手法 我相信我們國家到時一定有政策出台 來回應日本人這些橫無理的行動 今天我們香港青年的影片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香港青年頻道 拜拜